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知情人士 我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小陈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 跟你我都切身的新法案 我们常说人生无常 今天可能人还好好的 但没有人知道下一刻 或者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能够预先做好规划跟准备 总是好的 因此今天就要跟各位介绍 这个新上路的法案 也就是病人自主权力法 1月6号亚洲第一部 保障病人自主权力的 病人自主权力法正式上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法律呢 在2000年的时候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公布施行 经过13年三度修正后 终于可以让末期病人 经由医师确诊家属同意 可以不用再接受 只是为了延长末期死亡过程的无效医疗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保障了末期病人 得以有尊严的走完 最后一旅路的一个权利 却没有办法保障到 其他有难以治愈的重症 或者是痛苦难以缓解的病人 因此立法院荣誉顾问杨玉新 于2015年提出 病人自主权力法草案 为非末期病人争取善终权 于同年12月18日通过 今年1月6日开始实行 病人自主权力法 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又该如何进行呢 这个法案的核心重点是 只要你年满20岁或未成年 但已合法结婚 就可以透过玉立医疗照护諮商 也就是所谓的ACP 视线立下书面的玉立医疗决定 也就是所谓的AD 未来当你面临到 1.生命末期 2.不可逆转昏迷 3.永久植物人 4.急重度失智 5.政府公告之严重疾病 这几种情况时 就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跟营养 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有机会在健康的时候 好好地想清楚 如果哪一天生了重病 我们自己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对待 这个法案就是在保障我们的善中权 以及尊重我们医疗自主的权利 接着让我们来了解程序上该如何办理 只要你符合资格限制 就可以前往全台77家医院进行玉立医疗照护资商 也就是所谓的ACP ACP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让申请人、家属以及医疗团队 借着这个机会进行沟通 确实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再来做出决定 因此除了本人之外 还需要有一个二等亲之内的亲属 至少一人参与 那如果有指定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呢 也要一起到场 那目前一般民众进行ACP是需要自费的 价格是以3500为上限 从低收入户落到示范医院呢 再跟免费进行ACP ACP这个程序进行之后呢 就可以来签署玉立医疗决定 也就是所谓的AD 签的时候呢 需要有两位见证人见证 或由公证人来公证 那之后医疗单位呢 就会合章 注记于健保卡后就完成了 之后如果想修改 还是可以书面撤回 或者来变更 未来当你面临到前面所提到的 五种情况时 AD就会启动 经由两位医师确诊 病人确实符合五种临床条件之一 并经过缓和医疗团队 至少两次的召会 确认病人的AD内容 AD才会生效 依据病人在健康状况下 所做的决定 来给予他希望的医疗行为 我们会碰到一种状况 当我们得知亲人罹患重大疾病时 有些人会选择对病人隐瞒病情 因此病人可能会在不太清楚 自己的病情之下呢 继续接受治疗 那我们也看过病人想要善终 但是家属坚持要医生抢救到底的案例 医生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陷入两难 不救 担心引发医疗纠纷 救了又违反病人的意愿 本法强调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明定病人对于病情 医疗选项 有知情 选择 决定的权利 家属不得妨碍医师 依据病人的决定而做的处置 此外 本法也规定 医师依AD执行中止 撤除或不施行维生治疗或人工营养及流体胃养 不用负刑事与行政责任 让医师未来可以放心帮病人善终 不用担心被告 每个人都有责任预防自己 也预防别人因为自己的生命而受苦 人生最后一段路 想要怎么走 应该要由自己来负责 这个法案提供了我们一个机会 找时间好好来想想这个议题 好 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议题的整理跟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的重要议题 我们也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整理更多相关资讯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谈话方式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 记得订阅一下哦 提供了我们一个机会 找时间好好来想想这个议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